好,我們看一下 動物的消化器有兩大類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一樣有嘴巴有肝餓 有些動物是沒有嘴巴沒有肝餓的 第一種叫做囊狀消化槍 那這種動物呢 就是只有一個開口 只有一個開口 什麼意思呢 只有嘴巴沒有肝餓 只有嘴巴沒有肝餓 那怎麼辦 要什麼排 排 就是搖一搖一吐出去,對不對 吃口腔搖一吐出來 類似這樣 好,他們的形狀就是 肚子都很像一個男一樣 你知道什麼動物是長這樣嗎 好,他的肚子就是一個 水母 對,還有呢,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種東西長這樣 跟他的親戚 好,他的親戚關係很 也是長得很類似 如果他是這樣子的 海龜 對,海龜 還有什麼呢 水襲 水襲 水襲或海龜 所以,這種狼狀消化槍 的東西基本上有 第一個,水母 這個是水母 還有什麼呢,海龜 水 還有水襲 不過水襲它是淡水的 它是淡水類的 這邊都是海水的 水襲 他們共同的特色就是 他們身體就是一個肚子 然後他們是 油口 五缸 五缸 不是那個月球 還有五缸 五缸 可以嗎?沒有缸 可是同學 我們人啊 或者是貓啊 狗啊 這些叫做 我們把它叫做管狀消化道 管狀消化道 為什麼叫做消化道呢 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起頭跟有盡頭 對不對 所以消化道的話 你剛剛說畫一個勾 我畫好看一眼 我畫一個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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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碎一個勾 你這個好嗎? 你可以嗎? 你好嗎? 你那個想像力啊 你好嗎? 你看他想像力啊 很想像力啊 你好嗎? 好,我現在覺得它是空的 好,這叫管狀消化道 好,好像一個晴管,你知道嗎? 中間是空的 沒有,我要呈現它的肚子 是有東西的,OK? 好 牛也是啊 好 這個就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怎麼樣? 這個是口 好,這個也是口 但是我們還有什麼呢? 沒有粉 好,有肛門 肛門是一個很厲害的動作 因為它進去出來呢 食物好像在輸送台一樣 它可以很精準的分解養分 但是這個怎麼樣? 這個有個問題就是 你吃進去跟吐出來會混在一起對不對? 所以那個食物就比較沒有辦法徹底的分解 但這個呢 進去慢慢一步一步分解 到最後就是真的排出來的東西怎麼樣? 完全的怎麼樣? 完全的分解對不對? 所以幾乎把那個養分都吸收光了 好,所以這是比較有效率的 這個效率比較怎麼樣? 比較差 這樣了解嗎? 所以你要為你的消化系統感覺到呢? 開心 好 OK 那管裝消化道的生物不是大部分的生物嗎? 大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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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方說 比方說 比方說昆蟲 那 是 是 是 對啊,你也是啊 昆蟲 或是像是 是 鳥啊 喔 或是 狗啊 這些 OK 我們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管狀消化道 可以嗎? 好 請他 他 好 好